你好,这里是张宁四爷 习包子又玩新的一模诡异 一般来说,在我见到的人当中 大部分都认为习包子是一头蠢货 当然也有少数人认为习包子很精明 事实上习包子有他愚蠢的一面 比如说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愚蠢的 他经常念错字 而且没有讲话搞,他都讲不好话 而且他讲出来的话也都像一个老农民一样 其实包子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不会说话 你比如说他见到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的时候 就说,你什么事啊 你把我们之间的事情说出来 这就不好了,这就等等 一听了就是大队书记 甚至是大队的那种党支部委员 党支部成员的那种说话 也就是说呢,反正呢 说了半天,你都不知道他啥意思 只能猜出来,他不高兴 别的东西呢,你很难理解 就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是非常差的 实际上语言反映了一个人的思维 可以这么说,你语言达到什么样的精确度 语言达到什么样的效率 也就意味着你这个人的水平如何 我们都知道西方文明的一个典型标志 就是他在语言上不断追求 这个追求到什么程度呢 恐怕很多人都意识不到 荷兰曾经有一段时间呢 是一个语言改革委员会主任担任首相 因为他那段时间是荷兰最大的一个政党 因为荷兰呢,他这个国家里面 靠近法国人的那一块呢 是法语区 那些人讲法语 靠近德国的那一篇呢 他讲德语 还有一些人讲瑞士语 还有一些人讲这个意大利语 当然港口的那些人呢 因为在全世界做贸易 他们讲英语 也就是说呢,这个国家呢 另外呢,他还有当地的方言 这个国家有六种语言 所以说呢,语言改革呢 就是这个国家最重大的问题 其实呢,以前呢 几千年前呢 三千年前吧 人类全部都是类似于埃及气形文字一样的 这个象形文字 类似于方块字 后来呢,都纷纷进化 不断改革 进化到了当前的这种 容易学 容易使用的这个象形文字 呃,习包子呢 所以呢,你看到他的水平低呢 就从他这个讲话就能看出来 但是呢,他另一方面呢 他也有一定的才能 这个就是搞一模轨迹 呃,因为习包子之所以能够在中共这个党内成,被当选为接班人呢 就是表面上有憨厚笨拙的一面 这个呢,就让这个江泽民啊 胡锦涛啊 觉得这个家伙会听话 这个家伙因为很蠢 因为中共提拔干部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你要蠢 足够的蠢 你蠢了他能听话呀 你聪明,你就不听话呀 对不对 所以中共呢,从上而下提拔干部的第一标准是蠢 足够的蠢 相当的蠢 所以呢,这就导致呢 中共内部的官员呢 为了得到提升呢 总是在领导面前,甚至故意摆出一副愚蠢的样子 没有哪个敢显示自己高明 没有哪个人敢发表见解,证明自己比其他人高 那你就死定了,你的仕途就终止了 所以说呢,呃,中共的这个大大小小的头目 在领导面前呢,都是摆出一副愚蠢下见的样子 在老百姓在下属面前又摆出一副莫测高深 高高在上的样子 也就是说,他们通通都是两面派,多面派 所以细胞的呢,它另一个特征呢,就是狡诈 它具有像蛇一样的 就像那个西北高原的那个土斑蛇一样狡诈 它善于违装 因为那个土斑蛇呢 它的那个颜色呢,就跟那个黄土高坡的那个土地的颜色差不多 但是呢,那个土斑蛇是有毒的 咬你一口呢,很可能是致命的 所以细胞的呢,呃,就是一方面呢,它一副憨厚的样子 你比如说最近他访问美国,试图要搞好中美关系 要说服拜登给他9000亿美元的援助 呃,说中国现在经济遇到了困难 意思就是说你要给钱的话,我也不打台湾 我也不折腾,我也不闹事 呃,但是另一方面呢,实际上细胞症呢 从来没有停止策划新的阴谋 你比如说,呃,24日 也就是昨天国务院联防联控这个办公室 呃,发布通知 要求中国各省市做好东春季新冠病毒感染及其他重点 呃,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呃,这才让全世界的人明白 呃,原来中国的这个新冠病毒啊 还有各种传染病又开始进入高峰了 呃,不过呢 这个通知呢,主要是针对国内的 在国际社会里他都没有提 外交部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呃,这个对内的通知指出呢 呃,中国的这个流感肺炎资源体感染 逐步增强 而且呢,预计感染呢 将在中国的东春季流行高峰 呃,这个肺炎资源体感染呢 呃,也将持续高发 也就是说呢,京东民村 中国可能面临新冠流感肺炎资源体 等六种感染病 呃,交叉感染的 呃,这个一种大流行的局面 呃,这个通知呢 呃,现在呢 正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流传到国外来 呃,国外的人呢 得到的是另外一项通知 呃,同一天 11月24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 为了便利中外网人员往来服务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 关光烫金防有和过金不超过15天 可以免办签证入境 也就是说你只要亮个护照 拿出这个护照证 呃,那个核对人员上网看一看 是个护照适合你身份的 然后你就入境了 连个章都不用盖了 免签证入境 也不用你签证了 也不用你交费了 也不用你填表格了 什么都不用了 只要拿个护照 亮亮护照 就能入境 这两个护照呢 前后 这两个大新闻 最重大的新闻呢 前后只差了七分钟 但是呢 很多观察家 认为呢 这里面蕴含着一个大阴谋 就是仔细想起来 呃,是令人惊恐的 因为将近四年前 呃,也就是说2020年初的时候 现在是2023年底了 呃,中共呢 突然宣布武汉封 呃,武汉呢 当时呢 水路停运 呃,也就是说呢 呃,几乎呢 任何人都不要想再离开武汉了 甚至武汉对国内的航班 也是立即停航 但是呢 武汉继续的 让国际航班运行 所以目的呢 就是把疫情传播到世界各地 呃,所以呢 导致这个疫情呢 给全人类造成了七百万生命的损失 七亿人受到感染 现在呢 所以有人认为呢 中共又玩这一手了 因为呢 现在你看看 你很简单的嘛 中国这个六中传染病交叉更迭 呃,于这个 突然宣布对外这个 这个实行面前 这个玩意 两件事情 你只要连在一起想 你就能知道 包子这个葫芦里 包子县里面到底都是一些什么县 还是玩的是传染 还是玩的是病毒战 所以呢 习包子这个人呢 呃,呃 就是既愚蠢又狡诈 又恶毒 呃,另外呢 就是 这个重庆官员品空杜撰一所学校 每年吃空想六千万 大家都知道 我刚刚分析过这个习包子 既愚蠢又狡诈 呃,其实呢 中国各地官员呢 多半也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呢 习包子呢 是全中国上千万官员的代表 也是中国人民 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 就是既愚蠢既愚昧又狡诈 呃,这个吃空想六千万 也许让人听起来 呃,就是说呢 难以置信 但是呢 这个是来自中共的内部新闻报道 呃,一个就是重庆 我们知道是中国的四大直辖市之一 呃,它的大逐区 居然呢 品空虚缩了一所学校 这个学校呢 呃,有各种各样的 呃,批文 有各种各样的报告 而且呢 这个报告呢 得到了大逐县 大逐区教委 重庆市教委 甚至教育部的批文 还有呢 呃,重庆市 呃,这个 主管副市长 主管副书记 呃,人民政府的批文 等等 就是说呢 那个文件呀 什么的一应俱全 有千千万 因为中国呢 你设立一个学校 至少得有几十个部门的公章 呃,或者呢 呃,这个下部门的头目的签字 呃,然后呢 但是最近呢 这个重庆市财政局呢 开始核查的时候呢 呃,有人却发现 这个学校压根就不存在 也就是说他连地 他的地址呢 只是一个虚的地址 你不知道他到底在什么地方 然后呢 你去了那里 那个地址一看呢 那就是一个邮箱的地址 呃,就是在邮政局租了一个地址 然后别的都不存在了 你呃,他没有真实的办公地点 第二呢 他没有一间教室 呃,一个堂堂的学校啊 没有一间教室 第二个呢 他说 他的这个编制呢 有两百五十名公办教师啊 这都是吃财政饭的 居然一个都没有 当然 他也杜撰说 这个学校有几千名学生 实际上也是一个都没有 你想想 这么一个事无的学校 居然每年能够领去 这个事业拨款六千万 这六千万都到哪里去了呢 呃,这个事件曝光以后呢 这个 呃,重庆市大族区的教委呢 宣布了 对策就是 立即成立调查组 在第一时间迅速进行事件调查 红鬼啊 这就是完全把中国人民都当成一群傻子来看待 当成一群 尼堪弱智来看待 就像满洲人以前称汉人为尼堪为弱智 这群贪官污吏 也是把中国人民当成 呃,一群尼堪弱智来看待 你想想 你一个大族教委 别说你这个 一个 一年六千万经费 两百五十名教师 数千名学生的学校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你都不知道 人家办一个补习班 一个老师 呃,比如说一个 课余时间去办一个补习班 哪怕收三五个学生在家里面 呃,围着客厅讲讲课 他都知道 但是呢,那么大的学校他居然不知道 而且呢,这两百五十名教师年年期空想 他也不知道 嗯,这个经费实际上这个所有这一切 他都是经过他周转的 你想想 你想想这简直是 让人难以置信 这就说明了呢 这个中共官员是多么善于巧立名目 满天过海 推为扯皮 所以有人说呢 当今的中国社会有多生气呢 翻开二十四十 也难有一笔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中国传统的骗术就那么几样 就是中国历史上的 呃,虽然呢 诈骗也是重要的行业 但是骗术都很低 呃,现在呢 因为能够从世界各地学习骗术 所以说呢 现在骗术高了 呃,中国民间甚至有民谣唱到说 中国各级党政机关都是一级骗一级 全是一帮骗子 呃,省市一线乡呢 也反过来骗中央 因为习近平呢 呃,他总想欺骗所有的官员 所有的官员当然也要欺骗他 大家玩的都是骗 呃,其实呢 全世界真的都没有中国这样大规模诈骗的事情 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消息 我也难以置信 但是我后来突然想起了几件事情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呢,大概是十年前的时候 我看到中国媒体曾经大肆报道 说辽宁营口有一个公安稽查处 有几十名公安长期在那个地方专门稽查走私 他们派人在那个公路上看到大货车就截停 截停以后呢就查查是不是走私募资 实际上就是勒索一笔钱 不给钱的话你就在这待着 那司机没办法只好跟老板打电话说我们被查到了说我们是走私货 涉嫌走私 罚款两千 私下里说那你给个一千吧 不用发票开个一千吧 他们居然就在那个地方就是搞这样的这个公安这个稽查 走私稽查搞了好多年 后来才发现呢这是一个假机构 原来是两个被开除出公安队伍的 后来被劳改因为贪污腐败 判刑出来以后呢 两个人想想我们干别的发财也不容易 我们干脆弹一个公安稽查处吧 我们就挂着公安厅的名义 这个辽宁省公安稽查处住银口这个 住银口的这个稽查处 你想想当地的公安不知道吗 当然也知道 但是呢一看都是老熟人 也不知道他们到底什么来头 那就也去探听虚实 他们马上就给你开到饭店里面去 久寒而热之际塞一个红包 就跟他说 哎呀都是弟兄们 然后呢都是在这里混 彼此要给个关照 我们呢是有着上面的这个内部的批文 因为我们这个办公室呢是秘密的公开了以后不好 这个公开了以后呢 这个等等 哎拿了钱 是中国有句话 吃了人的嘴软 拿了人的手软 自然就不吭气了 就这样 这个稽查处就生成了很多年 这就是中国 还有呢 中国的这个中石油 中石化 大家都知道 他们呢 卖着世界上最贵的天价油 但是居然呢 是全世界亏损最严重的石油公司 其实呢 就是因为吃空想的人太多 可以这么说 你只要达到一定级别的高干子弟 你在那里面 你找他 你说哎呀 我要给你们成立一个新的咨询部门 成立一个公司 我们这个公司想从你们那里拿点业务 什么业务呢 呃 我们随便想出一个理由来 比如说 呃 我们给你印广告 我们给你这个 这个 做公关 我们给你这个 做策划 我们给你这个 呃 做咨询 等等 一年就可以拿个几千万 甚至几亿啊 实际上呢 呃 就等于是变相贿赂 所以呢 这造成了 中石油 中石化 当然 这个中央 高干子弟可以这样干 他们也可以这样干啊 所以说呢 大家都这样干 也就是说呢 到处都是吃工享 还有中国的这个农村呢 呃 实际上党支部书记也好 或者相当委书记也好 动不动就吃几十份低饱 甚至有的吃几百份低饱 那都是家常便饭 他怎么吃呢 这个运作的原理非常简单 你比如说 呃 某某某村四千户 四千户居民 那个老人已经死掉五百个了 但是呢 二十年过去了 他不报 然后呢 呃 这些人死了呢 呃 这个党支部书记呢 很很关心的 私下的找到说 你打算怎么办 对方说 我们就想偷偷的给他埋了 你看行不行 大帝书记进行一番恐吓 呃 最后呢 对方比如说拿出三千块钱 来私下的塞给他 说行 我装看不见 因为否则的话 我报上去 因为别人不知道 上级不知道 你人死了 你家老人死了 我知道啊 对不对 一个村里面说 家老人死了 完了不知道吗 知道以后呢 你不给我钱 你就得火葬 中国农民又害怕火葬 怎么办呢 花钱贿赂他 贿赂他以后呢 偷偷的就埋了 但是这个人呢 他他说呢 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 说你们家老人死了 就说到外地亲戚家去了 OK 得 这个事情就这样掩盖下来了 呃 掩盖下来呢 一年一年的就形成了惯例 当然 迪宝这个老人也就领不到了 因为他已经入土了 加勒人也不可能领到了 然后党支部书记 就可以把这个钱截留带领 然后呢 装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就是被抓住了 这些村支书 他也有办法 他说那怎么办 啊 上级这个党委 呃 厢党委县委各个部门来视察 我们要招待 你看 我这前年在饭店里面 吃了多少多少钱 去年在饭店里吃了多少多少钱 呃 还要带他们去洗脚 还要给他们找小姐 怎么办 这些钱都怎么开支啊 对不对 这不都是靠这些钱来的吗 所以说呢 你看中共吃空赏呢 他是全国性的吃空赏 所以说呢 重庆发生这样虚设的学校 一年持六千万情 那个空想 并不奇怪 这就是中国 呃 也就是说呢 每个人都是绞尽脑子 极尽全力的 呃